上一次的阿勒泰之行 雪崩封路 最终被迫放弃了这段 我期待已久的行程 被迫放弃了卡纳斯 已经从五个小时变成无所谓 而这一次 我终于站在了20万年前行程的 卡纳斯湖面上 我的无人机还剩最后 哇 亲爱的朋友们 我刚刚醒过来 一睁眼 外面是烧金山 哎呀我的天哪 是不是太幸福了一点 今天太累了就没有早起去拍 明天早上出来好好拍一下 今天去踩一些点 朋友们我们踩点去啊 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的 是很久没给你看常曝光了 所以这大冷天虽不情愿 我还是出了门 希望能找到个合适的构图 还好 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寒冷 干了 狗子们在这开会 12345 五狗开大会 五哈 五哈开大会 但是有可能是公公母母的 在那边停车的 巨重 这个鸭子有点优雅 来来来一炸 你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别动 这家伙困着我 这哥们在发什么神经呢 哈哈哈哈 走了 这些房子 还有那边的山 这里看上去 让我想起的一个地方 叫哈尔斯坦特 真的是非常像 包括那个山其实很像 风修的 你看到下面的那片 那片白茫茫的就是 海纳斯 结冰的那种状 我停车不影响你们吧 来来来碰到老乡了啊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你们是准备在这录营吗 呃也倒不是 就是 随便弄点吃的 吃的烧烤一下 嗯 我这个冰面上可以走上去呢 走了一段了是吧 米其林 炸湿现场 哦哦哦哦 好玩好玩 哎呀 走了 二关门 二边 三边 三边 二边 哦,这些小冰花还是确实很好看 早上你们可以想象这边是上面水面上应该是烟雾腾腾的 我觉得应该确实是非常好看 所以我是觉得早上应该是往那边拍 晚上应该是往那边拍 这是我的基本构思 我也不知道,感觉上十年时间了 亲爱的朋友们,就准备在这里拍了 喀纳斯湖延伸出来的小溪 然后镜头那边有一个学校 然后呢,再远方呢,就是一座小雪山 这小雪山上面呢,待会儿应该是多少会有一个日照金山 所以今天就指着这一张了 那个方向也有,但是不强求吧 明天我到那个湖边去拍,那边可能会有些倒影啊什么的 我就会用胶片哈苏尝试一下 今天晚上我还是用树瓦阿苏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看来怎么把这个三角架给掉了 非常棒,感觉很牢固 我们到隔壁去 我们到隔壁去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传统手艺滤镜啊 我们加了一块六档的剪光镜 然后来看一下效果 变成了一个25秒的一个曝光时长 我觉得这个时长可能刚刚好 能够把水面给录屏 同时呢 又还挺漂亮 能够展现出一些质感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要不换成一个超广角镜头吧 我想可能现在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局次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最后一抹漂亮的红光打在了这座山峰上面 我用偏正镜把水面稍微抬亮了一点 然后再加上了一个三档的一个解光镜 当我用F16的时候 它大概形成了一个三十来秒的曝光时长 唉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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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狼还是狗 我看不清 有可能是一只小狼或者小狐狸之类的 我没有长焦镜头兄弟们 有可能是一只小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有多幸运 能在这样的先进 没有压力地瞎晃荡一整天 拍几张照片 让自己开心就好